今天我也有个疑问 想问一下咱们的三娘 咱们在这个剧里面 有很多美食是你自己做的 还是咱们道具做的 那个果子看起来非常好吃 道具老师做不出来 这么精美的果子 那是您参与的吗 我自己本身生活中是厨娘 所以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 像里面有一道菜叫菊花豆腐 其实就是纹丝豆腐 那个切豆腐丝的过程是我自己 也叫四百刀豆腐 对 成品不是我做的 大概就是要切几百刀 这个考验刀工 该不会今天想要为我们展示一下吧 请上刀上豆腐 在腿上切四百刀纹丝豆腐 因为我切的时候很慢 后期加了那个快劲 没事 我们的后期也可以加快 今天我们上一块人肉砧板二舅 在你胸口切豆腐 那刚才最后一个盲盒讲到的是 蟹酿金城 对 在《孟华路》这部剧当中 永安楼的名菜嘛 就是这道蟹酿城 我们用的是江南蟹 而且一定是公蟹 对 而他们仿制的是 对不起 我就是一个白色来送草 对 因为公蟹才出膏 对 它是公蟹的膏 颜色也不一样 对 卤蟹除了是黄 这个其实可以多说一点 就是螃蟹如果加上这个钳子 有几只脚呢 加上钳子一共有几只 来 猜一下 三娘 我不知道 别问我 我从送到回来了我不知道 穿越的有点浑气呢 十只 十只 刚才二舅说十只 没错 那我请问二舅 帝王蟹有几只脚呢 帝王蟹有十只脚 帝王蟹十二只 对 为什么 真的假的 为什么 帝王蟹 他是帝王啊 他多两只怎么了 太举了手了 对啊 他平时会说平身 多那两只 其实恰恰相反 帝王蟹加上钳子 只有八只脚 为什么你说帝王反而脚少呢 因为有很多人伺候他 他不需要那么多脚 哎呀 他们这都能说 这个真的是好 这跟帝王蟹有什么关系 其实刚才我们这个片段 虽然有魔改的成分 但是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 也是宋代真实存在的 好 跟我们说说 就比如说我们小罗说的外卖 其实在宋代 它有一个专门的词是叫所换 里面有场戏大家还可以去看 就池牙内为了护送赵盼儿 去见顾千帆 特意驾了自己的马车 又为了掩人耳目 就拎了一个石盒 说自己去送外卖送所换 就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在古代在宋朝的时候 确实有外卖小哥这个职业 而且宋朝是没有这个宵禁的 所以他的夜生活极其的丰富 我原来看过一个新闻 这个清明上河图上 就是有这个外卖小哥的原型 宋朝人的生活非常现代化 不仅有外卖 跑腿 制冰技术 赶紧给我来一个蜜豆冰沙 我也要冰沙 共享鱼车的 更是一个食物从匮乏 向丰盛过渡的阶段 食材 佐料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炒菜的烹调方法 走进寻常百姓家 南北甚至是世界美食 都在此汇聚 诞生了炙羊肉 送扫鱼羹 联防鱼包 纯菜炉鱼羹 东坡肉 蟹酿成等 传承至今的名菜 柳妍在热播剧《梦华路》中 扮演了手艺不凡的厨娘 在生活里也热爱美食和烹饪 这次希望吃到剧中 频繁出现的送肠美食 一姐